细时内垢溪生态环境不错 只是里头的步道水泥墙面光秃秃没有美感 所以市府水利局也将进行彩绘 在2号的上午再次会刊也决定彩绘的主题 将呈现在地原始的生态环境 这次之前会刊的情况 在内垢溪赏云步道入口处两年前进行了彩绘 但是因为只花了一小段 后面灰白墙面光秃秃实在明显不搭 所以当时会刊市医院廖仙祥也要求彩绘延伸 感谢廖仙祥一言的争取 现在水利局这边已经正式要决定要开工了 那今天我跟设计师也在这边进行最后一次的会刊 这边最主要我们要画的还是我们原来 在我们五文匹这边的原始生态 那当然有一些生态 虽然说你表面上看不到 其实在我们这里里面的各个角落里面都还发现得到 例如说像十里兽 再往后走我们也有个鸟类保护期 前面这边都已经画得非常的漂亮了 那可是呢后面呢全部空空的 所以就有感觉说好像整面墙不是那么搭掉 所以说希望把后面的也不画起来 这里是台北市连接彩虹桥过来的赏银步道尾端 也是正式进入中山里的界线 门面格外重要 内垢西生态不错 再往另一边则是进入了五分皮步道 地方也规划了鸟类保护区 只是一样的状况 上水泥步道墙面脏屋完全没有美感 所以这次也列入彩绘 要呈现原始鸟类生态 我们每次在走步道的时候呢 总觉得这一面墙光秃秃的一点那个美感都没有 所以如果以后这边整个把它美化之后 我想大家都很愿意再往这边走 西岸的草我们都不除 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大关鞠 这些野生的这个群类 普育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设了一个鸟类保护区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前面 我们就是维持 我们的主题就会维持在整个五分品的生态以外 我们再加上一些在原始的这些鸟类 让这些等于鸟类的生态 跟我们在游记的时候 大家整个整体的景观能够融合在一起 地方就希望能够再延伸到五分皮 这次彩绘主题定调 要走原始生态风 让内沟西岸有全新风貌 加成慧玲 西子采访报道